昨天,位于泰桑大学科技园的中和社会和文化计算研究设计中心正式揭拍,中和中心工作坊成果展示活动也同时开展。 在之前的两周里,中国荷兰两国学生互相融合、交流、智慧和灵感的结晶一一展示。 记者在现场看到,两国的学生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对作品做着最后的讨论和修改。 眼前一个叫做《鲤鱼跳龙门》的作品吸引了不少人的眼光。 观众朋友,我现在就是在科教新淳大科员的一个中和工作坊的成果展示现场。 那我身后这个作品就是这两个礼拜以来,他们中和工作坊里面九组成员里面一组的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是我们江南大学的数字媒体专业和荷兰那边的学生是工业设计专业出来的一个交汇装置。 那你看我的手,如果在这个近似于像水流的装置上面一动,它里面有一条鱼就跟着动了。 那如果是顺利的话,这个装饰可以运用到我们海运滴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景观设计上面。 在两周的学习互动中,两国学生经过一次次灵感碰撞优势互补,作品也是不断地改进。 我们来自江南大学的这批学生是偏艺术的,和荷兰这边的同学他们偏技术一点。 我们中国跟荷兰的这次交流的意义主要在于艺术跟技术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泰仓大学科技园荷兰爱因霍温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及江南大学数字媒体学院三方签约共建中和社会和文化计算研究设计中心。 作为国际创新知识平台,研究中心汇聚江南大学与爱因霍温科技大学的设计力量,重点在互动数字城市公共艺术平台、数字灯光艺术、智能设计等领域开展科学研究、产业实践、国际化教学等方面的工作,搭建数字媒体创意人才工厂,并推动与国际知名企业的研究合作。 今后双方将定期进行交流,结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行相关拓展性工作。 市委常委王永林出席活动。 前天,泰仓大学科技园迎来了荷兰爱因霍温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和江南大学数字媒体学院的近50名师生。 他们组成的工作坊将在这里开展为期两周的公共空间交互设计研究。 这也是大学科技园里的中和社会和文化计算研究设计中心首次开展工作坊活动。 来自荷兰爱因霍温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的学生苏菲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交流活动。 在两天的交流中苏菲发现中和两国学生在思维习惯上存在巨大差异。 她告诉记者自己非常喜欢这种灵感的碰撞。 中国人是非常委婉的,荷兰人是非常直接的。 那么中国的学生和他们还有不一样的事情, 他们在做手工的时候非常的整洁,非常的熟练。 那么有的时候他们在做一个模型的时候, 中国学生做到某一个部分,假设这个地方做得不好, 那么他们会从头再来做一次。 那么但是对于他们荷兰人来说, 可能就直接忽略掉这方面的不好,再继续往前做。 那么双方的这方面的不同是互相有弊异的。 记者了解到,在接下来的两周内, 他们将通过这些手工打造的模型来展示公共空间的交互性, 然后再应用到设计中去。 中和社会和文化计算机研究设计中心由泰仓和江南大学共同成立, 通过工作坊让荷兰的工业设计人才了解泰仓, 把大科园建设成数字媒体创意人才工厂, 今后可进一步推动与国际知名企业的研究合作。 而作为国际创新知识平台, 研究中心重点从事互动数字城市公共艺术平台, 数字灯光艺术,智能设计, 社会与文化计算领域开展科学研究, 产业实践,国际化教学等方面工作。 具体通过科研项目组,研究工作坊, 中和学术论坛以及国际会议等形式实现科研合作。 休息